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中国建筑331日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热化组减选 原因是港股继续呈现弱势 恒指一度跌穿近日20,700区的支持 并且创超过一个月低位 中期选股息而从基本面着手 可以关注盈利、政策、派息等具有优势的股份 中国建筑盈利呈现增长趋势 而且派息连续三年递增 可以作为中期看好的选择 中国建筑近年新增订单加速增长 去年新签合约额超过1,400亿 相较于2019和2020年度的1,100亿 大幅增长2,7亿 今年的新签合约额目标是1,600亿 增长1,4亿 其中首季累计新签合约额450亿 占今年新订单目标价2,8亿 截至3月底为止 美元合约额2,800亿 新增订单加速将会有利盈利增长前景 根据汇丰预测中国建筑2021至2024年 盈利年复合增长率15.7% 比起15至20年的7.7%加快 由于盈利趋升 管理层指引 今年派息比率维持三成 彭博预料距2022至2024年的股息率 分别是5.4厘、6.1厘和7厘 中国建筑形态上适宜挑战4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行指短期若未能守稳2万078关键支持水平 后市可能下市三角形底大约2万038点机会大 策略上建议在大市回稳之后才作中线部署 另外若果股份回落到8.5或以下 亦可考虑吸纳 目标先提9.8 5.5跌柱6月低位7.8的话就止